OK 做完之后我们把代码提一下吧 上一小节忘了提了 好 我们简单的DIF看一下 创建的时候叫逻辑 OK 这是添加的这个模型 好 我们add一下commits commits这个时候描述是比如说分析并创建add关系 posed上去 好 posed完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获取add的数量并显示在内面上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建完这个add关系之后 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顺路给它做起来 这个并没有什么难度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add的数量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看这个界面吧 现在这个地方张探下面有一个 add提到我的这个地方 空话怎么是空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填上 这是首页 个人主页也是 我们也没有启动服务 好 个人主页也是 在个人主页里面 这个张探下面也有个add提到我的 这个地方数量我们要填上 就是填上 填上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界面 应该是进入到单独的一个页面 就是add提到我的所有的微博的这个页面 这个我们接下来再做 我们先把个数量给它搞定 那我们看一下在模板中 这个数量该怎么去展示 先关掉我之前的 那我们 你看这两个数量都是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个人信息里面 所以说我们再找这个模板里面的 诶 哪去了 vios里面 vios里面 vgis里面一个user info 好 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显示一个local.add count 对吧 它应该是显示一个add count 就是add count 是一个add的数量 现在还没有 然后这个add count 是外面传进来的 是外面传进来要谁传的 拿这个首页来说吧 首页 我们在右侧引入个人信息的时候 add count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注释里面的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注释 解注释 就需要去渲染egs路由里面 就是这个root里面 viewblog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渲染首页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data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加上add count 这个东西对吧 所以是一层一层的来 要在这里面写 我们肯定是在路由里面去找的东西 我们肯定要在controller里面去做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先不管前面这些东西 我们先在这个controller里面 我们加一个叫做blogadd relation的这么一个controller blogadd me blogadd也可以 blogadd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把注释写上 不管是做什么 先把注释写上 description 微博 add关系 controller 对吧 然后author 收莱老师 好 那这里面呢我们要写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获取这个add的数量 对吧 那我们首先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 这个叫get at me count 这样的问题对吧 因为我们说controller 它是一个相对于来说偏业务的事情 所以说at me count at me 就是我的那就是有点偏业务的那里面 就是我们要获取这个 at我的这个数量对吧 那需要的参数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用户面就行了 团阅实际我们就查谁了 那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写一个获取add我的数量 应该是微博数量 对吧 那好 那不管怎么实现呢 我们先把这个给它输出一下 OK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 调用这个service的一些方法 然后把这个数量给它拿到 service的方法呢 我们再还是找到service里面 service里面有个add relation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去建 这里面应该建一个什么呢 就是获取add的数量对吧 那这个时候controller里面说是add me 就是add我的这个数量 有点偏业务的一条数 那我们这个地方在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就不能有点太偏业务 应该是偏数据一些 比如说add relationconc 这么说 然后我们需要的一个用户名 比如说传入谁的 我就获取add relation的这个conc 这里面并没有你和我这些业务的一些名称 好 我们就是写一下 获取add用户的微博数量 这应该是个未读的对吧 未读的 好 写完之后这个函数要输出一下 这个别忘了 OK 这样的话其实到这儿的一步就好做一些了 比如result 不是成await 我们通过这个add relation 通过这个find and countout 这个方法 通过find and countout 这个方法就可以做 这个方法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find and countout 然后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加个条件就可以了 where where加什么条件呢 add relation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完之后就知道加什么条件了 然后模型里面 add relation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加用户id这个条件 对吧 因为你要获取用户id的add数 那肯定是 要把这个add这个条件给加进去 另外呢 是加一个add 是不是以读给它显成false 就是我们要取未读的 以读的我们就不管了 所以说加条件呢 就要加add是一个条件 然后add是false 好 这个时候返回什么呢 我们说过result.count result.count result.count 是所有的数量 对吧 所有的数量 还有一个是result.rows 是所有的列 对吧 那我们这个不用这个 所以说 我们就直接return result.count 好 有了这个函数之后啊 获取这个人的 未读的add 微博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应用一下 control里面 应用一下 size add relation 是 好 引用一下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 count就可以了 对吧 直接去获取count就可以了 await 然后把优大D传进去 因为它本身返回的就是一个count 所以说 我们这个直接接触一个count就可以了 然后return 直接return controller里面return 直接return一个success model 对吧 success model 这儿没有啊 没有我们就可以通过别的 随便找一个controller 把这个东西给它 给它拷过来就可以了 ok 拷过来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count 有4个success model 可以返回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 是个对象形式 对象形式 我们就把它拷呢 返回到里面去 比如说这个getSmeCount 这个呢 就已经实现了 这里面方法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输入到各个页面上去 对吧 那我们可以先找到首页 我们先在这儿引用一下 getSmeCount 复制成require controller 哎 controller 重写了 它没有提示 没有提示就很容易写错 blogs里面 getSmeCount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 当前这个用户的那个 at数量对吧 所以说我们从这儿 比如说获取关注人数量 那获取 at数量 然后 比如说叫at count 复制成 await 然后这个 它输入一个用户ID 对吧 用户ID 首页嘛 用户ID呢 肯定就是从session里面去做这个用户ID就可以了 好 那atCount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前端页面的这个要求呢 这首先我们要解除是哈 就是 我们要在UterData里面把这个atCount给它加上 好 在这里面给它atCount给它加上 这个鞋法和这个鞋法是一样的 OK 保存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充气了没有问题 刷新一下 没有 没有值 没有值 我们简单看一下 UterData.atCount index 哦 这是个人主页对吧 首页里面一个有值 啊 首页里面它是个object object 那肯定是有问题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是直接这么去读取的这个里面的数据 那这怎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session model对吧 应该是问题的出在这儿 所以说我们 我们应该是这么读啊 atCount without 出来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这么读啊 就是这个 Count 不是称 addCount 然后从这个这里面去结构一下 它在Data里面结构一下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session model对吧 session model所有的值都在Data里面去 然后我们Data里面就有一个叫Count的东西 Count的一个东西对吧 它有Count的一个属性 Count的这个值 我们需要复制给addCount这么一个值才行 所以这么保存一下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看一下没有包算啊 你看1对吧 1 比如说张三这个当前 add提到我的只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别的用户啊 比如说看一下李四这个用户啊 李四提到李四的是两个 对吧 有不同的人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王五 王五看能提到多个 王五是0啊 提到王五的没有啊 提到李四的两个 提到张三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王五里面再去加一个 比如说张三也是两个吧 现在张三只有一个对吧 张三只有一个 那王五按照一下张三 比如说 你好啊 你好 在干嘛 是吧 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啊 反正就是尬聊吧 就是随便写一些 没有字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张三的这个 我刷新一下 就两个了对吧 但这个链接我们不能点啊 我们还没有开发 那两个了 两个了之后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让这个 比如说我们 王五这个我们关注一下 好 这里面呢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对吧 虽然说不是通过这个点的 我们可以回复一下 比如说在录刻 随便了啊 发表 好 这个时候就有三个了对吧 为什么有三个呢 因为你在回复王五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爱子张三 对吧 也有个爱子张三 所以说把这个也算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王五应该有几个了 王五至少应该有一个了对吧 因为这个张三回复了王五 回复王五的数也是爱子的王五对吧 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王五应该是有一个的 OK 王五也有一个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查看这个爱子数量的这个功能就实现了 但是只有首页啊 我们还要把这个个人主页给它搞出来 那个人主页搞出来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考下来 我们到个人主页里面去 好 这是个人主页对吧 好 那在这里面来 然后获取这个爱子 Count without 该他爱子 me Count 然后U2D应该是哪一个呢 U2D应该是这个 Count U2Inf 当前用户信息的 个人主页 它有可能是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对吧 但是呢 个人主页里面显示这个爱子提到我的 就是只有我 只有是我自己的个人主页的时候 我才能显示对吧 如果是别人的个人主页 比如说我这直接去点完我的个人主页 这个地方就显示 关注全关注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用Session里面的也可以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Session里面 MyUserInfo Session里面的这个UserInfo 咱用它的ID也可以 加 ID 就是Session里面的UserInfo的ID 就可以了 同理我们要在UserData里面 把这个AddCount给它加上 好 保存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个人主页 什么是需要解注释啊 这儿个人主页里面 AddCount也要把注释给解开 传过去那些 好 保存一下 看控制台里面 没有保存 然后我们看一下首页 张三是三个 个人主页应该也是三个 这样就有了 那我们再看看别的用户 李四是两个 个人主页也是两个 没问题 看一下网5的是一个 个人空间应该也是一个 好 这个没问题了 OK 那就说我们显示这个数量 虽然说只显示了一二三 之类的数量 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操作 去实现这些功能 因为这个稍微来说 还是比较麻烦点的 并不是一个最基本的 责任该查 OK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代码提交一下 简单地图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很明显的错误 这个时候你不用太看细节啊 有没有很明显的错误就可以了 好 没问题了 我们 就显示 at数量 对吧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pose一下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 at关系这个内容 就有一个不同的事 就是收集 at用户 建立at relation关系 以及获取at的数量 就显示界面上 这个就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话 其实从我们的这个 web的首页来看 这个功能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要干一个事情 就是点这个链接的时候 要跳转到一个单独的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们要去显示 比如说三条提到我了 对吧 我要看看哪三条到底提到我了 对吧 我不能从这个首页里面去找 对吧 已经那个看不到了 我不能去从左侧找 可能看不到是因为 我的服务现在停了 没有把服务开起来 没关系 我们后面再说 不能自己去找 对吧 有了这个三条提到我之后 我要点这个链接 看看哪三条是提到我了 所以说我们要做那么一个界面 就专门做一个界面 去显示那个功能